模擬精涩,英國祭祀集,戒掉邪淫才上的去系列 邪淫,惡業,毀人生 以下為一位有緣人分享 這是我犯邪淫後的慘痛代價 希望有緣人們看到這篇文章能引以為戒,誤犯邪淫 不要再重蹈覆測 將自己推入痛苦的深淵 要更加精進的 念誦經文 消外道院 魔性 業障 不要再浪費寶貴的時間 感恩,有機會 能夠接觸模擬精涩 藉由佛菩薩的慈悲開示 和英國祭 功德還 讓我誦經償還業障 與業主菩薩 解冤是解 剛接觸模擬精涩時 開示出好幾條業力 我也很認真誦經 只要有空 就努力念誦 因此 開示的業力 很快就回向圓滿了 在圓滿 多條業力之後 我發現我的淫慾 突然變得很重 腦海裡 常常都是邪淫的畫面 也常做邪淫的夢 漸漸的 身體健康 越來越走下坡 還出現腰痛 氣虛的症狀 整個人 感覺很虛弱 我常看 牟尼金社 部落格的文章 了解 犯嫌疑會損耗 大量的福報 導致身體變差 孕途不順遂 家庭紛爭多 工作 事業 受阻礙 運勢走下坡 等等 雖然 很有信心 很有信心 所以 我更加精進 送金 並且 早有素養的 中醫師 來調理身體 我相信 佛是大一王 有佛法 就有辦法 只要遵照佛菩薩的開示 努力 送金 以及專業的 醫學治療 我的身體 一定能很快 恢復健康 一開始 中醫師 告知 我的腎不好 開了些 調理的藥 說 我吃完藥 身體就恢復了 但 不知道為什麼 我回診了好幾次 身體 就是沒有起色 還越來越虛 虛弱 後來 我想到 我目前只是念 受 已開示的業力 並沒有請示 最近身體的狀況 以及 常常出現的 邪淫畫面 也許這背後 有其他的原因 所以 目前吃藥 才沒有效果 後來 佛菩薩開示 我過去是 犯下 邪淫的 綜藥 虛送 金鋼筋 鑰匙筋 地藏筋 各 六百步 鑽按回向 原本 這些業力 會讓我的身體 逐漸衰敗 孕途走下坡 我 原本会凄惨潦倒的人生 自从开始出 邪淫业力之后 我天天忏悔过去 所犯下的邪淫业 并且更加努力 精进诵经 希望能早日回向圆满 在诵经的过程当中 身体非常不舒服 脑海中的邪淫画面 和邪淫梦 发生得更加频繁 越认真诵经 身体就越痛 越虚弱 甚至到最后 连诵出声音都做不到 只能用弃音诵经 但我没有被这些困难打倒 我到金社部落格 搜寻相关文章 来给自己增加信心 一同修行的社团 师兄姐 也为我加油打气 告诉我 这是身体的排毒反应 邪淫业力 会在阿赖耶士中 累积很多黑气 和磨性 诵经 就是在洗涤浅尝的黑气 和磨性 排毒的过程 一定会很不舒服 但要撑下去 回向圆满 就好了 先前帮自己 和家人 诵经 消夜之后 真的解决很多问题 得到很好的效果 金社部落格 还有这么多 请示者的亲身经历分享 让我对佛菩萨的开示 非常有信心 所以我 一边忍受着排毒的身体不适 一边努力诵经 希望能早日圆满此邪淫业力 后来 我又发现 除了身体不适之外 我还出现 想犯邪淫的冲动 有这样的念头 真的很可怕 该做的事情 做不了 看到任何人 都想犯邪淫 若不是有在诵经 我大概没办法 克制自己的淫欲 若真的犯错 不但会成为 社会新闻的头条 也会和人解下怨愁 再度造下 嫌疑业力 生生世世 都会受到 嫌疑业力讨报之苦 在这段期间 我的人生 真的过得很黑暗 身体虚弱 病痛残身 充满负面思想 淫欲重 工作 常出差错 常被同事批评 和不谅解 家庭 也常有争执 做任何事 都不顺睡 等等等 后来 又请示佛菩萨 为何会如此 佛菩萨慈悲开示 此为黑气释出 要忍耐 回向圆满后 就好了 看到佛菩萨的开示 我对于 我对于送金 消除此业力 更加有信心 我相信 只要继续 精进努力 就能早日 回向圆满 在这一段时间的 坚持努力 我的嫌疑业力 终于回向圆满了 看到开示的当下 我激动地流下眼泪 我终于熬过 这段痛苦黑暗的日子 将邪淫的业力 顺利回向圆满 还补了身体健康的 福德之良 但是 几天后 我感觉 自身的磁场 变得非常紊乱 腰痛加剧 邪淫的念头 也更加频繁 这让我很疑惑 以往 只要以开示的业力 经文 回向圆满 所有讨报的症状 都会渐渐的好转 甚至消失 怎么这一次这么严重 社团师兄姐建议我 再次向佛菩萨请示 佛菩萨慈悲开示 持有业障干扰 前三世 因利益冲突 用棍子打人家 至伤重 请诚心忏悔 并持送金刚经 钥匙经 地藏经 各 一百一十九遍 待持送完毕 来信 专案回向 化解此因果业游 解冤事结 看到这个开示的结果 我才体会到 原来业障 真的会从自己最脆弱 或最在意的地方 下手 秦社部落格的感应文 也常分享类似的案例 要努力送金宵夜 同样的干扰 才不会一直发生 阿伯的话 现场开示 精华节路 若身体病痛 为因果所致 预先以因果在 功德还的方式 回向功德来 消解业力后 再搭配看病 吃药 药效才能正常发挥 才有机会康复 因果要消 吃药 才有效果 因果不消 吃药 药效会被挡住 这一次的淘宝经验 让我明白 学佛修行 诵经宵夜的重要性 感恩佛菩萨慈悲 让我有机会 借由宋经 消除邪淫业力 若这些业力 直接来讨报 没有任何解套方式 我的人生 一定会过得非常痛苦 光是用想象 就觉得毛骨悚然 经历过这么多 波折后 我明白这些恶报 都是自作自受 过去世所造下的恶业 在机缘成熟时 就会来讨报 还好有因果债 功德还 让我能够与过去世 所造下的恶业 解冤是解 阿伯的话 现场开示 精华节路 上天不醉 悔过人 有诚心 忏悔改过 忏悔后 不要再犯 同样的过错 并以 因果债 功德还的方式 将业力 回向圆满后 事情 就会渐渐改善 奉劝 各位 切勿犯 邪淫 邪淫的果报 很重 也很痛苦 请真诚的 忏悔 往昔所犯的 一切过错 经济诵经 阅读 高僧 大德文操 静坐 并且上乎念 早日消除 邪淫业力 否则 生生世世 都会受此折磨 不但在人世间 痛苦 凄惨 地府 也有相关刑罚 等着您 以下 引用圣言法师 开始 人的一生之中 想做 当做的 若没有 马上做 机会 一失去 便没有了 后悔莫及 所以 你现在能做的 马上做 现在能有修行的时间 要马上精进修行 我相信 有很多人 到临死的时候 都会有很多的遗憾 当时 我如果是那样子的话 该有多好 因此 在参残修行的时候 一定要把握你的每一个机会 每一点时间 来成章 你自己 让修行更深入 让善根更深厚 这是非常重要的 饮用完毕 饰日已过 命意随减 如烧水鱼 私有何乐 大众当情精进 如旧投燃 但念无常 圣物放逸 普贤 仅重计 人的一辈子 真的不长 过一天 少一天 希望看到 此篇文章的 有缘人 能 珍惜时间 少说闲话 趁着自己还能念诵经文的时候 要精进念经 消业障 不要等到业力讨报时 生病住院了 才想念诵经文 这样就太晚了 平时 也因努力行善 请送 要施观点真言 才不至于业障 讨报时 没有功德护体 最后 分享蔡师兄的话 劝君宵夜 要趁早 风云变幻 是难料 狼烟一起 瘟疫到 夜落不消 难逍遥 分享完毕 阿伯的话 现场开示 精华节入 趁年轻 就要精进 修行 消业 不要等到 年老 色衰 再消业 不管是什么身份 地位 只要业障来 都是阻碍 重重 诸事不顺 故 要好好努力 精进 消业 方能排除 人生旅途的障碍 运途 才会开展 天有 不测 风云 人有 旦夕祸福 人事 无常 自业 自消 自信 自度 如果 如果业障 如果业障太多 让你觉得烦 要问自己 为什么当初 要造下这些罪过 为什么现在不都花时间 赶快念经 赶快圆满 而且 人事无常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 但系祸福 欢喜作 甘愿受 若是精进 消业障 且 真心 改过 人逢 无常 来临之时 才能有 机会 大事 化小 小事 化无 凡事 照着 因果走 无论是谁 都没有 特权 佛菩萨 也是 随顺 因缘 慈悲 度重的 众生 轮回 多结 在未学佛 修行之前 智慧未开 心性未提升 一定会因为 贪 撑 吃 慢疑等 无名 习气 造下许多恶业 和因果 也许您 本事没有造恶 但不代表 过去事都没有 正所谓 万般带不走 唯有 夜随生 因果 业力 会跟随着您在 六道轮回 世间万物都是暂时 借我们用的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唯有因果业力 生生世世 不相离 除非 除非 讨报 完毕 或者 借由 谋宁金社 提倡的 因果在 功德 还 与夜主 菩萨 结缘 世界后 才能够 两不相欠 不再 纠缠 上述 有缘人提到 光是脑海中的 谐音画面 以及 常做 谐音梦 就让身体 越来越虚弱 病痛 残身 苦不堪言 由此 可知 光是意念 也是会 造下 业力的 平时 就要努力 学习散户念 别让意念 如脱江 野马般 无法控制 妄想 杂念越多 心 就越不清静 人的所思 所想 最后 都会化成行动 若是心中 长存 恶念 那离 造业 就不远了 更何况 起心动念 周遍法 戒 您起了任何一个念头 马上 就传遍 三千大千世界 若您起三念 您就能与 伯伯萨 护法神 感应道交 若您起 恶念 马上 就与学魔 外道连线 干扰 随之而来 因此 守护 控制 自己的意念 很重要 万法 违心造 你的念头 造就 您所处的世界 现代社会风气 开放 许多男女 不懂因果 不明白伦理 道德观念 很容易犯下 邪淫业力 伤害自己的 法身 惠命 与情境心 上述有缘人分享 过去是 照下的 邪淫业力 在本世 机缘成熟时 前来讨报 再再证明了 善恶到头 终有报 只争来早 与来迟 在尚未修行之前 不明白因果 造作许多 无明恶业 学佛修行之后 就要好好忏悔 全天立即改过 并且不再犯错 不恶过 才是真正的改过 过去 所造下的业力 可请示佛菩萨 并借由因果债 功德还的方式 与业主菩萨 结冤事结 将述事 仇怨 一笔勾销 两债清常后 就不再相互纠缠 偿还因果债之后 更要精进诵经 并将佛法的智慧 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如此 才能提升心性 回复本来面目 不再因为无明习气 继续 妄造恶业 以下为蔡师兄 对于协银业力的相关开示 请务必多多读诵 谨记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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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谨记会严重的消耗福报 导致事事不顺 想要的得不到 不想要的一直来 修行的大忌 是谨记和堕胎 谨记 没有世间夫妻关系 而心种种夫妻事 许多人不知 以为男女朋友 一对一 当下专情就可以 其实那是误解 修行人应谨慎之 终归终举 凡事 要以戒律为准则 莫被开放的思想 所误导 破坏自己法身会命 由于修行人自居者 更要小心 避免自己被误导后 又误导他人 未婚怀孕 堕胎会得天谴 因犯了邪淫 及杀业 邪淫业力 会影响未来的婚姻 和家庭状况 导致脑势 思维不佳 阻碍运途发展 身体状况 越来越耗弱 阻德不佳 人缘不好 等等 诸多 数不清的恶果 尤其是婚前 不能犯邪淫 更不能堕胎 堕胎是杀身 若本身的才华 运势很好 切莫照下邪淫业力 会破坏自己的贵格 好的命格 若结下恶果的话 更是苦不堪言 佛菩萨开示 本事若犯邪淫重罪 地府以登记有案 待本事了结后 是地府受刑 炸油锅 爆铜柱 等等 因本事 福报已耗尽 下一世 会出事为鸳鸯 邪淫重罪 会障碍婚姻 会损耗福报 要小心约束 憨山大师 荣华总是山根梦 富贵还童 九月霜 人生苦短 应把握时间精进修行 努力消夜 并且提升心性 世间万物都是一盒相 都是暂时借我们用的 不必过于计较与执着 人生的一切过程 都是修行 遭遇一件事 就放下一件事 看淡生死 淡念无常 破除烦恼 放下挂碍 南无本事 释迦牟尼佛 摩尼经社 经由南海 普陀山 观世音菩萨大师 亲自指点 是一门实际的修行法门 藉由实际解决众生 累结累至因果业障问题 治因果病 而将佛法落实到家庭生活中 普度持行 我们不接受供养 不收钱 不推销 不强迫修行 只求能结善缘 解决您的问题 我们专解因果事件 因果问题 治因果病 无论感情 婚姻 家庭 事业 家族 身体 户籍 学业 等问题 均能请示 有医生看到没医生 有神问到没神者 不妨一试 因为经社异工 分别住在不同县市 且平日各有工作 只有星期天早上 才开办祭祀 现场请示 台湾彰化县西周乡 朝阳村 陆军路 段271号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感谢您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感谢观看